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中国公安设立海外服务站 联邦服务部门花费巨额加币用于奖励 加拿大明年平均薪资将上调4.2% Hydro One派遣电工支援辛斯克社省 本周六起BC省多条公路需血胎才可通行 安省大学因维持线上收客遭抗议 欢迎来到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9月27日星期二 我是Ashle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中国公安设立海外服务站 近日加拿大国家邮报报导了 中国公安在加拿大境内开设了至少三个警察局的消息 据悉这些所谓的警察局是连接国内公安系统的服务站 中国方面表示 这些服务站主要是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报警服务渠道 以及交管和护证业务 这主要是为了给在加拿大合法居留的华人提供一些证件方面的帮助 在过去几年的疫情中 办理国内证件成为了不少加拿大华人的难题 因为隔离政策和航班熔断 使得两国之间的通行不再方便 加拿大的大设政策也增加了这方面服务量的需求 中方表示这些服务站为加拿大华人增添了便利 而加拿大的一些民间组织则不这么认为 这些组织表示这一举措实则是有其他的目的 据悉这已经不是中方第一次开设海外服务站了 其实这种服务站已经在21个不同国家开设过30个站点了 就在前段时间位于爱尔兰的都柏林就已经设立过这种服务站 接下来为您播报家国新闻 联邦服务部门花费巨额加币用于奖励 加拿大雇佣和社会发展部门表示 联邦政府在2021年到2022年间 在公共服务部门的奖金花费达到了1.91亿加币 而在去年联邦政府的花费则只有1.71亿加币 这代表着仅仅在一年间 政府在这方面的花费就上涨了11%左右 这其中光是在签证签发这一方面就花费了100万左右加币 联邦部门表示 这一增长事实上是伴随着COVID-19的大流行一同增长的 而更关键的是 这一增长在未来很有可能是难以逆转的 保守党议员麦考利表示 这么多的花费着实令人震惊 因为在过去一年中政府在公共服务 尤其是护照和见证签发方面的所作所为 并不令人满意 甚至是糟糕的 事实上随着移民政策的转变和劳动力的缺乏 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糕 他表示 这种大手笔的奖励行为 应该在经过更多的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决定 加拿大明年平均薪资将上调4.2% 一项新的调查发现 加拿大雇主正期待着20年来最高的工资增长 因为他们试图平衡通胀压力 利率飙升 衰退风险和劳动力市场紧张 根据咨询的报告 预计明年全国平均基本工资增长4.2% 不包括计划的工资冻结 这与2022年的实际基本工资增长相当 2022年的预计工资增长低于实际数字 BC省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预计平均工资增长率最高 玉空、努纳伍特和爱德华王子岛预计最低 预计技术部门的平均工资增幅最大为5.4% 教育、医疗、农业和酒店业的增长幅度最小 结果还显示 加拿大各组织正计划将薪酬作为其人才管理战略的关键部分 只有1%的组织报告称 计划在2023年冻结薪资 此外44%的组织仍未决定2023年的薪资预算 与此同时 工资仍是加拿大员工的首要考虑因素 57%的专业人士表示 他们觉得工资过低 海州万派遣电工支援辛斯克社省 海州万表示将派遣大约30名工人 帮助被热带风暴Fiona肆虐破坏的辛斯克社省 恢复电力 Fiona风暴横跨摧毁了辛斯克社省东部大陆 布雷顿角、爱德华王子岛和纽芬兰西南部的加拿大大西洋沿岸 导致大量的房屋坍塌破坏以及人员伤亡 在紧急抢修后 辛斯克社省目前仍有20多万户家庭和企业处于停电状态 安大略公共事业单位表示 他们的员工都接受了在紧急情况下 书电和配电系统上工作的培训 据称派遣支援的书电线路工人将帮助辛斯克社、电力公司 在特鲁罗附近进行恢复工作 预计工人们将于今晚抵达受影响地区 本周六起 BC省多条公路需雪胎才可通行 BC省交通厅宣布 10月1日起 预计驾驶车辆上省内大部分高速公路的民众 必须安装上雪胎 无论地面是否有积雪 天气是否晴朗温暖 如果不遵守这项规定 极有可能遭到罚款 超过一万两千公斤的商业车辆除了雪胎之外 还必须携带轮胎防滑链 这项规定会一直延续到明年的3月31日才解除 受影响的路段包括 西温马蹄湾以北的海天公路 高贵哈拉公路 Chiliwack以东的横加高速公路以及三号公路 虽然BC省目前还没有出现降雪 不过气象厅已于今年稍早警告民众 由于夏天的异常高温 加拿大可能会提早迎来比往年更加寒冷且严峻的冬季气候 部分地区甚至可能在10月份就出现大暴雪情况 需要注意防范 安省大学因维持线上授课遭抗议 位于安省Berry市的Georgian College于近日宣布 将在未来继续为无法及时获批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提供网课的服务 事件起因是由于联邦政府处理学生签证的延迟 导致大约有6%原本应该于9月重返校园上课的国际学生无法入境 在不退款学费的情况下 Georgian College提出了让部分教授在线下授课时架设镜头 以同时进行网课的做法 使这些学生的进度不至于落后 不过这却引起了大量学生的不满 一名受影响的国际学生表示 他们所交纳的学费远高于本地生 这已经非常不公平 他们现在无法使用学校的设施 且无法入境加拿大并不是他们的问题 学校应该要提出更好的方式 比如返还部分学费 校方对此则回应道 由于在过去几周不断有学生因签证获批 而陆续返回校园上课 虽然迟了将近一个月 但学生还是能够在剩下的时间内 充分地利用校园空间 返还部分学费并不是必要之举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